即将召开的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是近2006年、2015年、2018年以后 论坛机制下的第四次峰会 也是近年来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 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中方此前表示 峰会期间 双方还将确定中非关系新定位 有专家分析指 非洲是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 在冷战思维脱钩锻炼的影响 波及非洲的背景下 中国同非洲国家更有必要 排除地缘政治干扰 加强团结扩大合作 那么其实从全球南方国家来看 特别是非洲国家 那么如果说偷偷锻炼 全球化中断 其实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是最不利的 我们中国跟非洲的关系 是传统友好关系 是我们最有利的一个同盟军 不管是政治外交还是经济 合作是非常紧密的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也需要升级 跟非洲的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 所以要更加重视非洲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 峰会期间将举行以治国理政 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和平安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为议题的 四场高级别会议 贺文平说 这也反映出当前中非合作的 四个重点方向 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 迈向高质量发展 意味着要更加契合非洲需求 更加惠名声可持续 做一些什么菌草项目 培育一些蘑菇菌草 向老百姓能直接获益 我们搞万春通 每一个农村 每一个村子都通上电 都接上电视信号 他每天都能欣赏 这些电视节目 丰富多彩 这些就是叫接地气 让百姓直接受益 其实投资规模又不是特别大 也有利于非洲国际民生的发展 所以这些项目 应该要更多越多越好 过去十年 已有52个非洲国家 以及非洲联盟和中国 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国家发盖委官员 本周也透露 峰会期间 中国还将与非洲一些国家 签署一批 共建一带一路 新的合作规划 凤凰卫时 小文钟明亮 北京报道 展示功